你说那边是什么? 茫茫大海 真想去看看 一日,可能是以林莹州 离大海也就更近一点的关系 小妖并未因昨日的天变而忧心 反倒是睡了个好觉 起身时景已不在身边 正纳闷着 苗仆从侧屋里端着水盆进来服侍 小妖摇了摇手 自己起身接过水盆洗脸 昨儿也不在 苗仆点点头 公子说是要去打听变天的缘由 我不放心就让佐尔跟去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弄轻的所以然 小妖心想 仅想知道的是 她自有办法弄明白 虽然她已不是屠山族长 但是势力却不会短时间内退去 想到这小妖无奈的摇摇头 怎么想出事就那么难呢 果不其然 梅伊炷香的时辰景辩 带着佐尔一起回来了 小妖迎了上去 苗仆 也为佐尔试去脸上的雨迹 怎么还在下这么大的雨 小妖表示同意 望向井好似再求一个答案 井真捉了番 正想解释 佐尔却抢先一步 简单明了地撂下 共公死了 似乎心中最敏感的那块 又被无意间触动 本已经结上的伤疤 又被挑开了 小妖不语 就着木凳坐了下去 她死了 你心心念念追随的义父死了 你在地下可会愤怒 可会悲痛 苗仆狠狠地推了推佐尔 一副受不了她的表情 紧缓声补充道 据问贡公带领一帮死士 居然突袭轩原天都 枪炫处变不惊 泰然自若 与之由天界厮杀至凡间 几个回合后 贡公几乎全军覆没 枪炫一路追至西北 贡公无路可走 可没想到她最后依旧势不低头 居然头撞不周山 自杀而亡 苗仆听得出神入化 不禁插嘴 那昨天的惊天震动 都是因为贡公怒撞不周山 井默认 小妖依旧没有说话 脑海里回想的 都是香柳曾经说起的 她是个傻子 轻呼出一口气 想把结押于心中的郁闷扫除 但是真的可以吗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小妖问道 枪炫她 没事吧 井略有难色 缓道 我正想与你商量此事 贡公这一状把天界 撞出了个大裂口 天柱折断 山林燃火 地底喷红 枪炫为了平息这一切 亲自领兵治理 却不料受伤 现在还在昏迷 什么 小妖激动地跳了起来 怎么会还在昏迷 心中七上八下 进退两难 紧看得出小妖心中矛盾 她毕竟是你哥哥 你想去救她是应该 也是人之常情 轩辕有的是好医师 小妖尽量说得毫不在意 你真的放心吗 枪炫一倒下 只怕线下外野和父王都在焦头烂额 景其实在暗示小妖其中厉害 也让她多一条理由说服自己 小妖不言不语 苗圃会议地拉着左耳退出了屋子 景坐下搂着小妖 你若能救醒枪炫 我们也能走得彻底 也放心一点 反之则夜夜牵挂 难以安宁 小妖心中一痛 尽早已将她看透 又给了她那么多理由 我的确是不放心 不妨你我同去看看 是否有解救之法 让左耳和苗圃留在这儿 我们也好速去速回 景听毕反而心里踏实起来 好 让他们在这里等 过了盈州 就是东海了 苗圃简单地为小妖 收拾了个包袱 左耳却被劝了很久 才答应不跟着一起去 但依旧不放心 小姐 有危险 找我 我保护你 杀人 苗圃没好气地说道 夫人是去神龙山救人 不是去杀人 哪那么那么多打打杀杀的 左耳不好反驳苗圃 只能低头不再言语 小妖接过包袱 善笑道 左耳是为我好 你就别咄咄逼人了 我们不在的日子 你们可得好好的 别吵嘴了呀 苗圃脸一红 转身跑进了屋子 左耳却还在原地 静静凝视着小妖 井已经换来了白鹤 小妖一跃而上 枪炫 不想才别不久 便又要相见了 紫金顶 小妖跳下白鹤 第一个迎上来的人 竟是阿念 看来 枪炫是真的伤得不轻 连阿念都从武神山赶了过来 姐姐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阿念脸上泪痕未干 伸手拉起小妖 就往殿内跑 你一定要救救陛下 小妖喊停阿念 你先别急 告诉我枪炫 是怎么受伤的 阿念这才发现 小妖身后一直沉默的井 抹了抹眼泪 向井点头示意 贡公怒出不周山 将天界平衡打破 西北已是乱作一片 天柱折断 水漫黄土 枪炫想试着补上天界的缺口 却不料被从天而降的 致寒冰晶所伤 昏迷至今 阿念的声音颤抖 小妖听闻也觉心中一凉 顾不上井 拉起阿念 就往殿内跑 快 继续把这几天 医师治疗枪炫的法子都告诉我 井目送小妖而去 眼中慢慢蒙上了一层忧郁 人情难改 必是不易 小妖 将这一切告诉你 究竟是对是错 三滴头双肋锤 踏上 枪炫双目紧闭 脸色苍白 阿念俯身俯过她的眼睛 陛下 小妖来了 枪炫好似听到一般 井锁的眉头 似乎微微放松了些 面上也多了一份安然 小妖握起她的手 仔细地探着脉相 缓缓地解释道 的确如你所说 通体寒冷 是受了致寒冰晶的侵害 可有拯救之法 阿念轻声低问 像是生怕惊扰了 枪炫的沉睡 小妖想了想 天地万物无非是阴阳相克 冰火相搏 要想克制枪炫体内的致寒之气 只要找到至炎之物 就可以解难 而线下的问题 是要克制这从天而降的万年冰晶 必须找到与之相衡的万年炎物 才好啊 这东西珍贵与否先不提 关键是可遇不可求 难怪让轩辕的一师一下乱了手脚 阿念见小妖不声响 也乱了阵脚 连姐姐也就不了枪炫哥哥吗 我 小妖思前想后 难道连外爷和父王都找不到吗 轩辕的宫殿里 难道连一块熟火的雾彩也找不到吗 熟火 小妖忽然想起什么 碧君曾经送过她一个大肚娃娃 仅说过是用数万年扶桑木儿雕成 是真正的至炎之物 枪炫 你真是得老天垂帘兜兜转转 索妖之物 竟真是毫不费力 我有办法救她 小妖拍拍阿念 我让锦替我去取 最多两日 一定能救醒陛下 小妖出了紫金宫 发现锦依旧助力殿前 内心一阵羞怯 倒是忘了 你还在等我 应该让你去小月顶歇着的 是有缓急 锦不在异地一笑 陛下可好 小妖点头 身子是没事 我也一找到法子救她 不过 还需要你带我跑一趟 将我的大肚娃娃取来 锦立刻明白了小妖 是想用扶桑神木的致言性 去唤醒枪炫 其实不必 我当时见你如此喜爱 这个娃娃 便随时戴在了身上 你想起时就能看得到 颜碧便从怀里 拿出娃娃递给小妖 小妖感怀 心头一热 接过大肚娃娃 锦 枪炫曾经杀过你 可你依旧如此待她 枪炫身体康健 实则是天下之福 更是你此生的愿望 锦目光柔和温暖 小妖亦是看呆 不知为何泪光闪动 枪炫安好 诚然是自己的愿望 而能找到锦这样的男子 掌相厮守才是真正的大幸 锦让小妖收好娃娃 替她擦干眼泪 继续道 去吧 不用担心我 这神农山我还是有几分了然 小妖破涕微笑 我真不知该怎么与你说 可是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夫君 阿念不解怎么小妖说的两日变成了区区救回 不过 看着小妖把弄着大肚娃娃 心中的担忧却丝毫未减 姐姐 你已经把玩这个娃娃好几个时辰了 用这个真的能救陛下吗 小妖尴尬 她其实一直没弄明白过 为什么这数万年无火自燃的扶桑神木 可以像普通木头似的 看不出任何端倪 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这个娃娃是阿碧用万年扶桑木雕刻成的 我想只要破了她设的阵法 这扶桑木就会露出制炎的本性 可以和万年冰金抗衡 唤醒枪圈 阿念抢过娃娃 翻来覆去地捣咕一会儿 皱着眉说 我是看不出什么 不如交给父王 用她锁断的刀剑说不定能画了这截剑 这其实也是小妖所想的最后一步 实在不行 就只得请出父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